-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北打電話秀 那麼投資疫情不談論我是尤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台來賓王趙立 趙立哥來到我們現場 好好好 大家好 這個上次趙立哥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台北股市 老實說還在轟這個AI行情 就說市場上怎麼可能短期內有大量資金 融入到這些ODM廠呢 你不要講說ODM廠啦 就是AI伺服器 佔它所生產的伺服器量都不是特別大 更不用講實體營收的佔比 但是呢 到現在還在漲AI 行情還在AI當中 不過這也讓市場上比較擔心的一點是 難免會有一點估值過高的疑慮 過去漲 我們頂多有一些追夢空間 為什麼 財報還沒公佈 現在慢慢公佈了 一支一支公佈 發現好像訂單也沒有下來 股價開始有所回調 所以到底就目前為止 我們應該針對這些股票回跌的AI股 來多做一些下一輪的行情展望 還是說反而題材可以開始做一些輪動上的部件 值得來做些留意 我們其實在過去一周當中 大家比較觀察的都是那些科技全職股 有沒有續賬 可是到最近為止 你看像是一些道琼 傳產金融 或者如果說2000的中小型股 資金都開始產生新一波的輪動 我們先定調一下 就是說你怎麼看待這一次 二季度的財報和三季度的財測 以及你怎麼看待 三季度會不會有新一波題材的輪動 還是會 還是聚焦在AI題材當中 對 沒錯 假如說這個地方我們要先看美股的部分 從大方向來看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一波從今年初以來 這個是從今年初以來到現在 你可以看到這一波來講到 其實NASDA跟貝班的指數 是比今年1月份的時候的低點 還來得高很多 你有沒有發現 道琼的部分來講大概收手 道琼大概是最近這半個月 你有沒有發現開始漲了 那另外的羅素2000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這一個月也開始漲了 其實這個跟台股的部分 大概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說 NASDA或貝班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發現 這一波的AI的股票 其實一開始漲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強調 一開始漲從今年1月份 1月1號開始漲好了 其實漲的是IP IP那時候比如說像創意 比如說像四星KY等等這些的股票 可是那時候大家不是講它是AI 大家講它是 其實那時候漲的 比如說像NVIDIA 比如說像AMD 比如Tesla 比如Apple等等這些 它漲一開始1月份的時候 我不是講5月份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 1月份一漲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大家那時候覺得 升息大概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時候啦 當然現在又好像又升息比較多一點點 可是在當時1月份的時候 大家覺得升息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資金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往財報相對上來講 就是說它的營運資金或者是現金流相對上來講比較好的 那當然大家就會覺得這些科技股 假如萬一景氣真的有衰退的風險 它比較具備抗壓性 所以它是一個防禦性的部件 對沒錯 那就有趣喔 因為我剛才你聊到這一點讓我想到 你說的對耶 好像不管是炒5G電動車 台北股是漲的相關的族群就是那幾類 好像每個題材都是這些股票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當時是屬於防禦性部件 是怕到買上來的 那一直到後來是喜歡到追到買上來的 所以這個是兩種不同類型 雖然都是同一型的股票 但是心態的變化其實轉折很多 可是過去我們說它的上漲是有道理的 畢竟在過去一段時間 市場上是非常明顯半信半疑中成長的 我們講說行情在悲觀中誕生 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在樂觀中破滅 可是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一件事情是 AI行情是不是已經從半信半疑到快要變成樂觀了 如果市場上已經全然進行樂觀 過去極度看空今年美國股市 看空台北股市的券商 都開始陸續翻多的時候 你認為第三季有沒有可能反而出現一個短折點 對 沒錯 其實我跟大家講 這一波的AI當然剛剛所提到了 其實IP的上漲它並不代表是AI 可是當5月20號NVIDIA的財報公佈完之後 真的比市場預期來得好 隔天漲了20幾%之後 開始你去看不是只有漲IP IP的漲幅算相對上來講 是小的喔 從NVIDIA公佈完之後 漲幅最大的是誰 比如說像偉創 比如說像是廣達 比如說像是技嘉 人人都是AI啊 就是全部都是這一些的股票 大家瞭解說 真的擴散是從NVIDIA的財報公佈完之後 AI的股票開始漲 可是重點來了 人家NVIDIA財報是好 是優移市場的預期 那現在我們來檢視一下 就是說等一下我再講 AI的部分好了 我們先來看整個大趨勢好了 大趨勢的部分 比如說像這些這麼多的 看空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慢慢樂觀 為什麼樂觀 因為從去年底到現在 指數都已經快創下新高了 台股 台股release高點大概只剩下8% 道琼那種大概都只剩下5% 都快剩下 因為這些從去年底看空到現在 難道不需要認錯嗎 對不對 總不能一直拗嘛 一直拗也不是辦法 那你試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市場上真的沒什麼空頭的時候 就是代表什麼 買盤有一點點快耗盡的現象 就如同你回推到台股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台股你看它的一個融資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 現在基本上來講 沒什麼人敢做空了 因為做空基本上你不被嘎個10% 20% 假如是你一個月之前做空了 沒有被嘎個3成5成 這個算少 個股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農資的部分來講的話 第四個 就到處第二個 你可以看到 指數不管漲與跌 反正農資就是拼命的增加 我就是要買 不然你是要怎樣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農券的部分你看一下 幾乎都維持 因為沒有人敢放空了 就像剛剛所提到 空頭都認輸了 還有誰敢放空 現在放空 基本上我跟你講 假如賺到2% 3% 他就會趕快補了 你知道嗎 他已經沒有寄望 那種會跌個一層兩層三層了 所以你看 資代表的是 不管是主力業內或一般的投資人 券也是相同的狀況 這個資增券也不增了 代表什麼 其實市場上 真的幾乎大家都要做多 可是你這樣講 我們過去常講說 空頭不死 漲勢不止 那照你的邏輯 空頭快死光了 所以基本上市場上 就剛剛說 那麼多賣口 三個賣口 他都已經不敢看空了 榮竟然也不敢放空了 榮資也拼拼拼拼 可是你要看到 其實法人的部分 三大法人的部分 其實最近真的 這一個月以來 真的沒什麼在買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這個真的是 比較傾向 那隻螞蟻熊斌的力量 那我們再搭配指數的部分 其實榮資增加 不見得代表是一件壞事 可是榮資假如增加 它的指數推動不上去 這就代表一件壞事 你比如說 在兩三個月前 那時候榮資也增加 對不對 可是指數真的往上漲 那個問題不大 可是最近這一個月 你有沒有發現 榮資增加了這麼多 可是指數真的也不太動了 就是它感覺有一點衝不上去 你這其實聊到 整個台北股市 籌碼面結構面的重要性 有一點問題 其實在今年年初以來 從三月份 當時銀行危機之後 的確有一波買盤持續推升 不過那個時候 大部分都是外資的買盤 開始推的 可是推到現在 你看到這兩個月的 不管是融資跨坡的餘額 還是整體散戶融資餘額 快速飆升底下 其實感覺到 有蠻明顯的籌碼轉換的現象 現在是越來越多 中小型散戶 獲得本坡的籌碼 所以我們來定調一下 當然 我們還不確定 因為股價還在漲 你剛才說 如果價不漲才要危險 但是如果價格 在未來一兩週 可能有點推不動了 但是融資還在急速增加的話 可能整個第三季的拐點 就會迎來一波 比較顯著的回調嗎 對 沒錯 我想當然指數 會不會出現 比較稍微大一點的回調 最主要就在AI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講 因為畢竟這一波來講 AI帶動了指數的上漲 不管是代工的這些 因為權重都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美股的部分 美股的部分來講 AI的股票大概就是這幾檔 當然還有其他的 你比如說像NVIDIA NVIDIA來講 當然快接近歷史新高了 快衝過 可是它是 在AI裡面當中 其實說真的算比較強的 大家比較認同的 那AMD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所以我一直強調 AMD的台灣的概念股 其實說真的大概避開會比較好 那AMD的部分來講 大概回檔修正一段時間 你有沒有發現 感覺就真的跟NVIDIA 比起來就真的弱 你來台灣那個氣勢也不太一樣 沒有 對 不太一樣 我跟你講 還有它公佈財報完之後 發表新品完之後 股票就跌了 Microsoft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雲端的部分來講 放緩 所以你可以看到 股價來講的話 似乎也沒有再過高 那麥威爾的部分 Muffel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相同狀況 大概高姿態的一個整理 那這些的公司 其實都要公佈財報 比如說像AMD Vidia 比如說像AMD 這個都是要公佈財報 能不能優於市場的預期 這個非常的重要 好 那我們講比較好的 就是Meta跟Google 當然財報優於預期股價創高 可是在創高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 其實說真的 不像之前 一次漲個20%像NVIDIA 這個都代表一件事 就是你看公佈財報好 可是說黑K棒 這個不是一個 就是說感覺它不是一個 真正還要再漲一波的現象 反而是有一些短線上的人 是不是利用利多 來進行所謂的調節 不是說它一定會大幅的修正 可是似乎看起來 就是高檔有一點接近了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其實我剛剛一開始聊到 好 那我們先看NVIDIA好了 NVIDIA目標價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上一季的預估的一個目標值來講的話 大概要賺兩塊三附近的一個水準 那能不能達成 當然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就是說你看一下目標價 平均的目標價大概是496 這個是42個分析師的預估值 那現在以上週四的收盤價來講大概459 其實說真的也大概快接近了 好 那你看下一頁的部分 AMD的部分來講的話 獲利其實這一季 大概比去年同期還是衰退 那目標價大概133 現貨價大概以上禮拜四大概111 其實說真的也沒有差非常的遠 這個假如要突破它的平均的目標價 我相信一定要財報好 假如財報不好的話就會比較麻煩 那就是8月見真章 對 但是已經見真章的反而比較 台灣 台灣對你看一下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台灣的這些 因為台灣有月營收你知道嗎 對 會怕 會自己先來估讀一下 對對對 台灣真的比較 因為美國都是季報 季營收 那個三個月一次 你沒有感覺 所以他們當季報公布 優於預期或不如預期 那個反應會很大 對 有時候7% 十幾% 那個常常有的是 那台股因為你有月營收 所以基本上來講 季報的反應理論上應該不是這麼大 因為你大概算得出來 除了有意外 那這當中來講 剛剛開始一直講的 IP是這一波當中 AI的領頭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你當 所以我先講結論 AI的股票 假如IP這些領先上漲 我們先把它定義 從1月份就開始AI好了 我剛剛講的其實不是 就是真的不是 是5月24號 NVIDIA公布完之後才是 那不管 這一波先漲的AI 你有沒有發現 志遠公布它的財報 也真的不好 結果股價開始跌停 到今天大概才止跌 大概應該也跌兩成有 創意法說會一出來 結果今天的股價跌停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還有其他的 你比如說像力旺那些股票早就跌了 M31那個也早就跌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這一波你認為 AI是由IP所領軍的 當領頭羊開始 不是盤跌 是財報不好而大跌 那你覺得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你比如顯卡的部分 其實技嘉地 公布上一季的營收獲利數字 獲利數字真的也非常爛 你知道 其實講真的 你連新興公布了上一季的 財報都非常的爛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一件事 其實這個地方來講 股價漲多之後 其實大家對於財報的部分來講 會拿比較高的規格來看 用比較高的標準 不可能說又用低的標準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其實到季報公布前 就是8月15號之前 我覺得AI的部分來講 相對上來講 壓力會比較大一些 那假如公布完之後 其實真的 絕大多數不如市場的 除非大家都有 可是這個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 他已經跟你講 我又下修 台積電不只一次下修 4月份下修一次 這上個月又下 7月份又下修一次 就是說看起來第三季 也不是太好 這就有趣了 那首先啦 這個大家都說自己是AI股 就連蘋果都可能是 蘋果Apple INC 這AI股 但是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第一波就是 正常來講 受惠於輝達訂單 照理來講 輝達是IC設計上游 所以你應該先下給中游 先下給製造商 半成品製造完之後 再來進行組裝 但是這一波反而 是從下游一路 來找標的來做上漲 那我們就直接來觀察 這次台積電法說會 就特別重要 雖然整體而言 二季度財報沒有多亮麗 可是我們可以這樣推估 假設輝達是 二季度財報亮麗 它得到訂單 那它二季度下單 台積電要三季度才會生產 那可能出貨是在 集中在三季度到四季度 所以我們可以有一個 遞延的一個想像空間 那你認為 未來的航金有可能 重新回到晶圓代工 重新做新一波的拉抬 還是說 即便有再多的訂單 發一個兩倍三倍 AI訂單 占台積電營收 仍然比例不是特別大 我們反而要觀察 本週的蘋果 iPhone15到週的銷量了 你覺得我們看台積電 到底看的是AI 還是看的是iPhone呢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大家外資假如看台積電的話 長線基本上 當然看AI 比如說明年後年 可是因為其實今年 有一個比較吊詭的地方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所以這兩年我覺得 從去年到今年 你操作不順利 這個正常 你不要太怨自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有賺就好啦 對對對 就你縱使賠 你小賠就好 你不要大賠 為什麼 因為這兩年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股價的走勢 跟基本面 股價走太快了 你知道嗎 它就像今年 我們再回想一下 今年年初漲到現在 難道它是在反應今年嗎 不是 今年大部分都衰退 從一月份就要反應明年 我們講說 以前說股價會反應 基本面三到六個月 差不多左右對不對 去年十月低領就出現了 一季度沒好轉 二季度也沒好轉 現在有點害怕了 我跟你講台積電都下修兩次了 七月份的法說都下修今年了 你覺得咧 所以它不反應今年 它是直接跳過今年反應明年 那現在股價領先的效果 時間很長 所以現在人家跟你講說 假如一季到兩季 我就這樣 今年看起來都不太相信 因為今年肯定大家都比去年差 結果股價很多都創歷史新郎 我預期你的預期嗎 大家股價都提前 好 那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定調一下 先說下半年 台積電如果真的有開始 猜測調升的跡象存在的話 還是有空間的嘛 對不對 還是有幾個月 那它會是由iPhone進行的調升 還是真的由AI的訂單來做調升呢 就是說 我們雖然很重視AI題材能否延續 可是你回歸到基本面 目前台積電最大客戶還是蘋果 那整個下半年 台積電你個人認為 整體展望 它會靠哪些題材 可能有新一波的空間 順便帶動台北股市 指數能夠向上衝 我覺得台積電的部分來講 其實他們的 當然下修 可是下一季度的 基本上來講 它看的算準 因為從下單到製造 大概下一季度是沒什麼問題 一個流程 可是講到第一次季 我覺得它就不一定了啦 那明年就看法當然就更不一定了嘛 其實你可以看到今年台積電下修兩次 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現在下修 比如說在今年一月份的時候 辦法說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對下半年 掌握基本上是B型復甦啊 它是覺得是B型啊 搞到現在不知道是Nike型還是U型 也不是很清楚 你知道嗎 好 那整體性來看 我覺得台積電這個地方 假如真的有機會 應該是接近年底的時候 比如說今年底11、2月 為什麼 因為它這樣的下修 其實基本上來講 就代表消費性電子也不太好 AI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你說NVIDIA可以下購軟單 也還沒真的大量 那以這樣的情況條 要反映明年 其實理論上照股票而言 因為明年假如下半年是旺季的話 其實照股票應該是今年11月12月 或明年1月初 開始來一個做夢的行情 就等聖誕節 重新來一個第四季的關係 我覺得台積電真的會漲 應該是那時候 這個地方 因為它已經下修這樣子 我覺得股價不容易漲 那它反而容易演變成 我覺得AI的股票這邊 其實這一波 講我的看法 AI的部分 其實股票大概都是這樣 一開始都是從本夢筆開始 先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 你發現我的財報出來 沒有 就會進行修正 修正完之後 等營收真的 預期未來一季兩季 真的會出來 那我再開始另外一段 有可能組身段等等 那 所以 這個地方 其實是真的 比較偏向本夢筆之後的 之後會進行 所謂的一波的 所謂的營收的回檔修正 OK 如果是本夢筆的修正 那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因為財報的確 或者說財測有下修 但是財測下修 這一波特別關注點的是資本支出 對 資本支出並沒有跟著下修 代表長期展望它沒有變 它該花的資本圖還是會花 那這就問題來了 那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關注一些設備廠的話 它資本支出沒變 它該花的花 該拿到的訂單還是會拿到 反而是不是可以留意的方向 其實我跟大家報道 當然啦 想法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我跟想法啦 可是實際上真的不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麼說 比如說 伺服器的部分來講 其實大家也知道 AI伺服器預期未來會成長性蠻大 那是因為它的機器低 其實 可是一般的伺服器 其實現在是在砍單的 你說因為排擠的效應 這個我不認為啦 你AI伺服器跟AI伺服器 哪有產生的 這是有點像那種 全球車是不好 但是電動車不錯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基本上來講 這個不太會啦 不太會排擠 那其實一般的伺服器真的不好 你去看幾檔股票你就知道 你比如說像信滑 做伺服器遠單控制晶片的 對不對 那這些的營收 然後你去看微影 微影當然前陣子 你真的看第二季的微影的營收 你會嚇死啦 所以你看偉創一直想要賣微影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覺得既然你們這麼想買 我就丟一些給你 當然不是丟很多啦 他的意思就是 你看你這樣降溫 其實股票都不太會跌 好來 那我們講到設備的部分 設備應該這樣說 其實你說 資本支出的部分來講 要看哪些啦 比如說像先進製程 Coors的部分來講 那這些設備 你期望下下個月單子就進來 很難啦 這個難啦 這個要的話 有可能明年啦 所以 我對於說 他會變成有一個空窗期 就是我的本益比拉起來 當然我是有夢的 這個都沒有錯 我明年基本上來講 也肯定很不錯 可是這個有一個 Gap 就是說 我拉到一個空間之後 我營收跟不上 就老人與狗的概念 所以本益比就下不來 這個時候就反而變成高估值的問題 對沒錯 就是你的估值高好 那估值高 你說有沒有問題 這個要看盤勢有沒有問題 假如盤勢沒什麼問題 還是這麼熱 我跟你講你也沒問題 對 可是假如盤勢真的轉弱了 比如說我們先講一下 比如大盤跌個1500點好了 這些高估值我跟你講 不是開玩笑的 優先跌它 對真的真的真的 跌一定是棒棒 類似啦 OK好 這是個要看盤勢啦 其實趙立哥已經講得滿清晰 尤其是針對三四季度的電子展望 至少我們觀察的重點 如果是以比較防禦性投資來看的話 其實整體的基本面展望就特別重要 尤其是那些估值已經做顯著推高了 好那我就回來講了 沒漲到的 其實台北股市很多沒漲到 你不要講沒有股市 沒有股市很多中小型股傳產金融 你像前陣子三月份的地區新銀行 那股價還躺在地板了 那能源股也躺在地板 很多股票 公用事業 必需消費類品都躺在地板 油料什麼都在地板 全部都在地板 沒有股市就真的只漲 那其實全值股而已 好那台北股市比較特別 台北股市全值股沒有什麼太大變動 但是很多ODM廠 伺服器廠正在上漲 那反倒是被大家忽略的傳產金融 就老實說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波動 好那我問題來了 如果三四季度 那個電子的展望也沒有好轉 那傳產這個時候不見 我們是因為它不會跌而不見 還是說反而它可能優先好轉而不見 對沒錯 其實你看一下 我覺得現在我們先講金融好了 雖然我沒有做 我覺得金融大概也會慢慢的稍微有機會 因為美國的金融國也有一點機會 很久沒有討論金融國 沒有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台灣的金融國很多都投資 去年增資以後 那個踩到禁止紅線就很久沒有人討論了 沒配息嗎今年 發環保杯玻璃瓶 還是有機會啦 那傳產的部分我覺得不是全部 可是大部分來講也都會有機會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有些原物料真的開始反彈 你比如說像鐵礦砂等等這些 真的開始反彈 那我們不要說它會漲一倍 這個難度太高啦 其實你就思考一個邏輯 想好美國真的會軟著陸 對不對 原物料行情不會慢慢的上來 肯定有機會的 因為它的估值也相對上來講比較低 那你也知道金融旋循環股 就是看報價嘛 你只要報價反彈 就像你不管是貨櫃 不管是原物料等等 大概就是這樣子嘛 那我就大概選 比如說像大臣的部分 因為基本上來講 你要誇張一點 它的機也是用智慧的 你知道不是人工 所以它是不是AI機 哈哈哈哈 它也像AI概念多 我跟你講現在很多都可以AI扯 當然不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它有植物肉等等 這是未來的趨勢 那星光鋼 其實風電的部分 我相信也是盤面上的詛咒 因為它有投資 比如說像四季鋼 四季風電 其實最近也漲蠻多的 那明年反正一月份也要選舉 我覺得當假如電子股這個地方 漲多之後回檔修正 大盤要穩住 肯定由其他的類股來撐盤 OK啦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大家都可以稍微的特別留意 所以其實我們在第三季 第四季的行情當中 尤其對於過去估值 已經大幅推高的電子產業 這個時候反而要稍微謹慎一下 我們要一一來進行比對 但是反倒在過去 沒什麼變化的這些類股 這一方面現在的部件 它是一種防禦性漸艙 就是即便未來電子產業做回調 它可能收到衝擊不是特別大 第二點如果現在景氣真的如好轉的話 那就算你追不到那些高估值的 這些低基期的股票 也許能夠給你一些明顯的帶動空間 這就是一個週期輪動的形象 這個我們投資不要依循判斷 投資要依循週期 這趙立哥的名言 所以我們要依循當下的週期 再來決定你要不要來進行部件 這個時候你相對在風險屬性上 所說的衝擊就沒這麼大了 當然投資朋友更多疑問和想法的話 你歡迎加入趙立哥的LINET 你都出了一些宏觀的資訊 有一些微觀的操作 提供投資朋友多做一些留意和想法 我們做個總結好了趙立哥 就是說你看今年行情漲到現在 其實變化幅度算是滿大的 市場上的情緒也在轉變當中 你從20年一直到今年 你有沒有發現 這種市場情緒的變動 那個頻率越來越快 那這會不會讓我們形成在投資上的一些誤判 就是我們不清楚到底市場上 到底現在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現在市場上從這些情緒指標來看 有一點失真 我們反倒最後其實都是回歸到財報面 或者回歸到基本面 因為你也說啦 這個股價領先基本面也領先太久了 那你要怎麼提前進行判斷呢 所以整個2023年下半年的投資邏輯 你會覺得大家應該回歸什麼樣的本質 來當作操作的唯一準則 是基本面的復甦 還是市場的情緒 還是總體經濟的向好 還是聯準會等等 你會認為最中心的邏輯 在2023年最後的定調為何 對 其實從2020年疫情之後 到現在來講 其實你可以發現台股也是 台股的現象大概是這樣 熱門股的股票 主流股的股票就是漲它 其他的就像這一段 其他不是AI 大概都不會漲 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東西來講 我覺得應該是 未來你應該是怎麼操作 有部分的資金 你可以去操作現在 當時最熱門的股票 因為 它假如要漲 漲的時候 其實它不會只漲5%10% 它有可能漲個一倍兩倍才結束 你知道就是 現在的股票幾乎都是一波到頂 對 然後你中間不參與 漲個一倍你覺得很多人 抱歉 所以說這個盤其實很難做 對啊 其實很難做 所以我是 我跟你講我是分析師裡面最中肯的 這個大盤真的很難做 各股一樣 就像現在你敢追AI嗎 不要 我們不要說 一個月前你敢追 你不追還是漲AI 你看20年到21年那波的多頭 它都是有蠻明顯的題材輪動 對啊 你可以這一波 這一波沒追到沒關係 下一波 沒有那種完全錯過的行情 現在 今年現在的行情就是AI 其他股票其實都沒場 所以反而資金上的分散就很重要 你不想放過當前的行情 但是你要等待下一波器材的輪動 對 沒錯 另外的一塊就是說 你這個就是要看未來的展望 它的估值的部分 它有沒有未來在一季兩季 真的會有機會復甦 假如是 就像現在當然消費性電子是不好 可是你假如照邏輯來講 我相信消費性電子 比如說像Apple 你不能寄望它漲五成一倍 不可能啊 可是你寄望說 比如在相對低的時候 你去買漲個10% 20% 這個總有機會吧 因為它是一個進入旺季 營收進入旺季的同時 就是說你操作面 你還是可以分啊 不是說一直要操作這些 那你比如說像原物料好了 你說原物料 基本上來講 假如景氣真的慢慢復甦 它肯定也是會受惠 那我們不要寄望 因為你不要寄望沒檔股票 你買了就要漲一倍啊 那是不切實際的啊 就是你假如買現在的東西 買未來的東西來講 因為你不知道 就像原物料報價 你也不知道會反彈多少 鐵礦砂能從第一檔反彈 到三成五成還是一倍 這個沒有人看得準 可是我講我覺得 欸景氣是OK的 那是部分的鋼鐵 部分的塑化 部分的什麼 你是可以從這當中 去挑選比較優質的 OK 所以這個時候 資金上的配置 其實就非常重要了 我們等於是針對當前的行情 要有新一波的思維 不要等太久 但是也不要急著去追 提供的投資朋友 都追一些財款流利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次台股達人秀 再相見 感謝道理哥 感謝各位